TVB《风神榜》里的《雷震子》入行30年,心灰意冷离开无限,寸暴演技浪倒飞起的布Pro女主角。 李嘉生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知道,但是说到TVB《风神榜》里的《雷震子》,你就肯定知道了。 入行30年的艺人李嘉生想来比较职场直渡,很喜欢指点新人,有时说话还会夹杂些粗口。 最经典是莫过于2004年拍《雪景雄心》的时候,李嘉生被指经常寸暴薛凯奇、Fiona拍《沙青》戏时李嘉生见Fiona做访问就中途突然说, 做什么访问呀?又在讲你的那些歌唱事业呀?告到Fiona当场非常之尴尬,唯有一笑而过。 不过,李嘉生现在可以开生交后辈的机会越来越少,因为他现在的开工机会其实不多,最近接演的剧集《金销大厦》都只是其中一个单元的小角色。 他透露今年9月月满TBB,都考虑离开,他表示,我都属于半退休的了,应该都不会,目前,再看看吧,我们的存在是帮公司,但是没位置给你,你也是没有办法的,我觉得这样不好玩,没什么可发挥的,这样的话都要想想做其他。 李嘉生谈言乐见新人受效,他说,我教人都有乐趣,教多一个多一个,又带不进去棺材。 但你不叫我去拍,剧集,我想讲都没得讲,我都是想这部剧出来的效果好看,不想倒退的那么合图。 由于李嘉生现在没有小朋友,又没什么经济压力,虽然口说自己属于一半退休,但心里面对演戏仍有一团火。 他说,我虽然就快52岁了,但心境都只有30多岁,如果突然给我演一线的那个位置,我说我一定可以,因为我还有气有力。 但人是要讲命运的,不一定竞在就可以飞黄腾达,不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困住自己,总之我知道自己是level5最top的那个就OK啦。 对于近年的TVB剧集制宿,李嘉生承认确实是每况愈下,一直停留在以前,他更亦含剧作《避语》,现在都不同了。 TVB现实的剧集被网民边看边骂,什么骂呀?是直接关电视不看啦? 李嘉生94年的电影《屯门色魔》至今仍是港产经典经历片,而在2013年人心结马I.I.,李嘉生再次饰演变态色魔,奸杀女学生石天心,由于二人演的入行入阁,十分逼真,被网民封为强奸戏最佳拍档。